八者 于是谈话了 不生未诸 这一念 这个深念第八念 是日常生活当中 闲谈一切世间的法 不生未诸 这个未是兴趣 诸是执着 用个简单的话来说 不放在心上 不要把它当回思绪 这就对了 为什么 六道不是真的 设法界也不是真的 你要在这个里面感觉到有兴趣 谓这个字 谓是秦职 你迷了 你执着了 做就是执着 那就错了 与世间 一切言论 要当真 要执着 这就是造 轮回业 就没有办法 出力 六道轮回业 所以 一定要知道 这知道是智慧 大臣教 常讲 凡所有相 皆是希望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淫 你真正体会到这个意思 世间法 不再执着 就像 看电视剧一样 我们在荧幕上看电视剧 这假的 这不是真的 你可以欣赏 决定没有知识 决定没有分别 这是菩萨 如果你在那里看到这些现象 不起心 不动念了 那你就是佛了 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这里 我们不能不知道 所以 我们在境界当中 时时刻刻 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梵文文字信 世间有一句话说 回光返照 回过头来 照自信 你就知道 自己是在 修学在什么阶段 如果外面境界 还能够引起我们的自私自利 明文立扬 贪嗔之慢 那我们就是六道反复 如果我们对眼前一切现象 全部知识 但是还有分别 这就是阿罗汉 那就不是凡夫 凡夫肯定有秦职 阿罗汉秦职断掉了 不再执着了 也就是此地降低 他不生为主 那用我们现在话 他没有兴趣 他不执着了 试出世间的神人 常常教导我们 世卫 要淡 一年比一年淡薄 那我们就有进步了 如果这个还很浓 麻烦很大了 苦恼很多 放下 眼前 苦恼没有了 烦恼没有了 忧虑没有了 牵挂没有了 你的清净心 将来走的时候 离开这个世界 没痛苦 没有流泪 没痛苦 往生容易 所以这是不能不留意的 不能不学习的 怎么个学习 还是不能离开禁教 你的禁教都重要 禁教是佛菩萨的开始 是佛菩萨对我们的劝告 把这个世界是怎么会事情 讲清楚了 宇宙什么事情 也讲清楚 极乐世界 也讲明白了 终极的目的 是劝我们 放下一切 往生极乐世界 生极乐世界 就一生圆满成佛了 这一句话 你如果真听懂了 那恭喜你 你就晓得 事出事件 一切法里头 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你就明白了 无论是自立 是理他 一句阿弥陀佛 是圆满功德 真正不可思议 真心 法愿 念佛 求生净土 这是事出事件 第一等人 眼看这个人 他就要去做佛去了 修任何一个法门 都没办法跟他相比 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要记住的